? 王晓 不能天 你怎么来了? 心意 易总 好 小 什么情况呀 怎么感觉有杀气 齐总 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如果您不能满足我的条件 还是请回吧 什么条件 除了酬劳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只要我能做到 我都会满足你 合同上的金额 其实我并不在意 别的呢 只要你想要的 我只有一个要求 星亿是吧 你们公司有个新来的员工 叫周天 把他调到体育事业部 我 不知道你跟周天什么关系 但是我可以很爽快地告诉你 不行 专业的人就该做专业的事 他本就是运动员出身 体育才是他最熟悉和最了解的领域 即便他离开了运动场 他也应该从体育部经济起步 而不是文学事业部 那他也可以在文学事业部 历练成长之后 再选择自己合适的岗位 这不矛盾 师兄 这是我的唯一要求 书男从命了 张先生 我们公司自己的人员调配 不能成为你的签约条件 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况且 以周天现在的资质还有能力 还不具备 调到体育事业部的资格 既然如此 那一切免谈 我们招周天的时候 招的就是 研绎经济这个职位 没有人逼他干 况且 他也是一个成年人 有选择 自己岗位的权利 咱们都不能帮他做决定 张先生 我很期待跟你合作 合约的事情 你再考虑考虑 等你电话 师兄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靖屯事业部 一直一来也是我的心愿 可是目前 我确实是资质不够 能力不足 但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 用我的能力进入体育事业部 而不是你拿合约来做交换 师兄 这份合约对星宇来说真的很重要 对你来说也很重要 你不该为了我放弃这么好的商业合作机会 那支广告是这周就要拍对吧 好 我答应你 做NK代言人 我也希望有一天 你能以体育经济的身份 我们两个谈合作 谢谢师兄 合作愉快 张先生 坐 太好了 太好了 体育不能保住了 对了师兄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的奶茶 祝你跟星宇合作愉快 好 季总 您要不要也尝尝 那我自己喝 怎么不甜呢 天天 你好像拿错了 这个菜是无糖的 给 赵天 又门楼前赶金 极易感染 容易 诱发胃癌 主要传播途径 就是拖延 这种真的是 智能小百科 什么都懂 别厉害 喂 教练 好 好 我知道了 季总 不好意思 我们这次恐怕合作不成了 我们这次恐怕 怎么个这么不巧呢 师兄的比赛行程做了调整 正好我跟NK的广告拍摄时间冲突 也不知道 他能弄说服教练请半天假 不过按照我的经验 可能性为零 齐总 您这么淡定 是不是想到什么好的B计划了 没有 那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大不了 就解散体育部 季总 您就别逗我了 事情要真这么简单 您才不会亲自来找我师兄呢 以您的老奸 以您的聪明才智 以您的聪明才智 您到底有没有B计划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集合了我们运动队 所有荣誉的地方 看看去 欢迎来到我们的荣誉陈队市 季总 你看 这是谁 丑 来 来 来 全国大学生长跑锦标赛 获奖人张浩 还有波士顿马拉松 第六届荣海市青少年长跑比赛 第八届荣海百公里挑战赛 还有这个 获奖人也是张浩 怎么样 我师兄是不是特别厉害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还以为 这是张浩的个人工宣之件事 你吃了 我吃了 干嘛 是不是 一切都没有 买了 那你吃了 你吃了 这就还有 我吃了 你吃了 咱们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那你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崴了一下 季总就扶了我一下 石座 教练怎么说 我有办法了 NK这次的广告主题是冠军成长之路 而这个里面呢 都是张浩努力奋斗留下的印记 可以把这些和背后的故事组合起来 当作NK广告的第一部预热 故事一定特别感人 季总就是季总 脑袋瓜子就是好使 师兄 你觉得怎么样 后面的广告拍摄时间 我也可以跟教练他们事先确认好 不过 光有这些静态素材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运动队的宣传室 好像还有不少之前 训练留下的视频资料 还有之前的少体队 我都能去联络一下 秦天 我比赛之前 我们到喵先生乐园聚一下 一起吃个饭 行啊 你们说的是 之前偷拍的那个咖啡馆吗 是 你怎么经常去哪儿 那个咖啡馆是我师兄开的 而且我之前打工的时候 就是在那儿 我有事 先走了 我有事 先走了 没用 你们到 谢谢 你去见了张浩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说你头脑发热 隐瞒家人放下前途 私自回国 你 继承 我恨你 无从反驳 看来全中了 对 你说的全对 如果家人可以沟通 我干嘛偷偷摸摸藏着掖着呢 哥 我早过十八了 我应该可以自由选择我的未来吧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选择错的未来 错 如果我有错 那你就是有罪 从小到大 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我想做的你不允许 我不想做的你又强迫我做 谈恋爱 交朋友 考大学 哪一块没有被你监视操控 看到没 我现在身上正套着一个你量身定做的无形牢笼 所以我要挣脱 我要逃离 你找男朋友如果靠谱的话我会干涉吗 至于你考大学 就是因为你喜欢音乐 我才给你报考了朱莉亚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音乐吗 因为只有这个你不干涉 但自从你帮我报考朱莉亚的那天起 这一切都变了 不开心 所以我就想做一点让我自己能开心的事情 好了 现在全被你搞砸了 年年 我只是遇见了账号 但是我没有提你 发短信 只是为了逼你现身 年年 你先跟我回家 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再说好吗 哥 我知道爸妈车祸去世之后 你担起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责任 照顾我 关心我 但有时候你真的管得太多了 让我觉得很累 所以我就想自己一个人 在没有你的地方 不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我只是想尴尬 我现在就想尴尬了 我也是想尴尬 在这个土地上 所以我想尴尬 别人 所以我很想尴尬 你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样可不行啊 顿顿都想吃猫罐头 都是1003把你给灌坏了 好好吃饭 咱们商量件事呗 怎么了 心情不好呀 没事 你要跟我商量什么 琼琼最近吃饭越来越不乖了 老是想吃肉吃罐头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要不要制定一个饮食结构 我来做食谱 让他按着食谱来吃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啊 希望他能够顺利改造这些坏毛病 真是太不神心了 比起不听话的小孩 猫已经很听话了 你小孩不听你话呀 我妹妹 妹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谁还没有个叛逆期啊 或许我能帮上什么忙呢 他好不容易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却偏要做一些专业不对口 甚至没营养的工作 还离家出走 理念曾奇 和我当时的情况一样 不过不同的是 我爸妈虽然不认可我的人生选择 可是最终他们选择尊重我 我爸说了 年轻人撞不了南枪是不会回头的 所以他希望我能够把南枪撞破 走出一条路来 如果撞不破呢也没关系 也别硬撑 欢迎随时回家投靠 你爸爸很有智慧 是啊 如果他们当时反对到底 说不定我也会离家出走的 小孩嘛都有个逆反心理 你越是不让他干 他就越是要干 你倒不如让他闯一闯 如果闯不出来 他自然会乖乖就范 如果闯出来了 那就是双赢 你 老爸 我要的东西你找着买 哎呀 你跟老爸视频 你也不先问个好 给老爸紧难 你上来就质问主题 老爸赏心了 我妈把你自己抛家里 去跳广场舞了吧 嗯 嗯 是我批准的 谁信呢 嗯 老太太也真是的 闺女不在家 那不就应该跟老伴相依相伴 互相取暖吗 一天到晚的往外跑 像什么样子 之我折 闺女也 解气了吧 解气了 那就帮我找一下我腰的东西呗 啊 你要那个地位带呀 还有那个光盘 我都给你找到了啊 看看 看没 嘿嘿嘿 我给你寄过去 好的 谢谢 拜拜 哎 又天啊 你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想起 要你和张浩训练比赛的录像啊 是不是要做婚礼的视频 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呢 我这是为了工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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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一早 我就给你快递过去 真是的 我以后会尊重你的任何决定 不再干涉你的生活 但是前提 你要向我证明 你能对自己负责 想要完成生活上的自由 首先要完成 经济独立 就这么简单 简不简单 要看结果 你以为我没了你 我就活不下去了吗 那我可把卡说了啊 你真没憋什么坏招啊 昨天都说了 塑料兄妹情 我肯定要引以为戒啊 那还差不多 不是说了给我自由吗 我不想加你微信好友 加个微信有这么大吗 不能啊 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得尊重我 到哪天我感受到你的诚意了 自然会加你 好啊 那我等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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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